早在2009年 市政署的前身民政總署 就在坦仔大潭山郊野公園 設立了中華民族雕塑园 在繁華的市區之中 為澳門市民和旅客 跨越地域和歷史的界限 展現中華民族文化 而為了更方便公眾 今年更將雕塑园搬遷到何賢公園 而為了確保搬遷順利 市政署由2018年年底開始 就向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以及相關專業人員 聽取專業意見 並邀請專家學者 內奧實地共商安排和給予指導 就園區定位 雕塑位置 閃品的陳列 開幕表演活動等等交換意見 最終56座雕塑 在7月份已完成搬遷工作 繼續在何賢公園 押立在市區中心 延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使命 台延公園位於王朝區 周邊的大廈臨立 遊客眾多 而且輪近澳門基本法紀念館 以及金蓮花廣場 今年適逢國家成立70周年 以及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 選址的意義是市政署希望 可以形成一個培養愛國愛澳情懷的教育區 方便市民學習圈發和澳門基本法 同時感受中華民族 和平和諧和睦的精神 何賢公園裡 亦有澳門回歸紀念館 因此新選址 十分方便市民和遊客 遊覽各個景點 吊塑原來的展覽館設計 亦經過仔細考量 不同的展區 將會展出民族服飾和民族樂器 對於澳門的市民 平時可能比較多 依靠互聯網、課本或電視的介紹 去得到56個民族的資訊 吊塑原的樂成 營造了一種積極的氛圍 等公眾能夠置身在 民族豐富的文化知識海洋之中 透過圖片、實物展示 充分反映中國各個民族的 生活習俗和精神面貌 一方面 揭開不同民族的神秘面紗 認識他們穩陷的獨特文化 另一方面 可以感受到 保留民族特色對他們的意義 而為了慶祝中華民族雕塑員的 隆重開幕 活動邀請了56個民族青年代表 著想傳統的民族服飾 透過表演以及行程當中 其他各項活動 向澳門的市民和遊客 首次展示他們獨特的文化 內地民族大融合的國情 是國家透過歷史時間 對民族的尊重、認同 和各項政策的配合 而發展至今的成功體現 活動的舉辦 對澳門的青年在外國教育方面 是十分難得的機會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細安 澳門中聯辦副主任 張榮順等領導出席了開幕儀式 彭政法務司司長陳凱帆 開幕致詞時表示 希望透過中華民族雕塑員 作為橋樑 成功建立澳門愛國愛澳的教育區 成功建立澳門愛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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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雕塑园正式开幕 行政长官崔细安 并主持中华民族雕塑园展览馆的排阅节目 恭喜中华民族雕塑园正式开幕 祝愿我们最亲爱的祖国 带有城市生日快乐 中华民族雕塑园 是澳门唯一以民族雕塑为主题的展示园 透过56座以民族形象为主题创作的雕塑 以及展览馆的民族展品和丰富资料 反映各个民族的生活习续和精神面貌 为认识国家的民族以及爱国教育 创造了新的地标以及重要的历史意义